我哥說呢要來這裡試他的彈跳台看看 快會打還是不會打 對 你給他100塊試試看要不要 喔喔喔喔很快耶 小心喔他下手還會往後 因為他是斜走 這樣嗎 對 喔喔喔 你開始抓到訣竅了耶 不是我一定要先把他夾起來才知道他會不會彈對不對 對 這邊嗎 甩走 塗水 靠塗水我一定會矽的喔 可以啦 可是他如果是很躺的話太寬了 好要不然你直上直下好了 你先對準他看看 夾這個細的 可以可以可以 會彈啦 會嗎 會啊 但是這個就夾不 這個 喔這個爪位應該是這樣比較好 好 有了有了 彈到二樓 對 這個頭應該夾這一盒比較好 有了 這夾到了耶 要不要來試試看 加油加油 你試試 ㄟ 彈過來了 對 顱子甩捏 用捏的耶 他他可以技術解嗎 你跟一個沒技術的人說技術解 你不知道 他這兩隻尺在這邊其實 對我來講還蠻有壓力 真的 我試試 來你試試 我都叫我老婆有時候會玩這個 要練一下 趁有在拍檯 可以的啊 他可以甩啊 為什麼甩起來這麼遠 他可以甩啊 他可以甩啊 等一下 他用開就好了 你覺得應該會從哪裡掉出來 斜的對不對 可是也要打過來 還有 感覺還是正門耶 有彈 但是 那個力道好像又有點沒有的感覺 是因為他太輕嗎 彈過去 打這一盒試試看 因為他 他在這個位置 他只擋在那邊怎麼辦 他只能打斜角 打斜角 撞到尺 太省了吧 你直接把他轉一圈耶 很像人家 什麼神技術 人家搬拉薯有沒有 人家滾一圈 各位有學起來嗎 我剛就一直覺得要利用他尺去撞到 然後用捏的方式把它捏出來 因為你是撞到尺 他往右轉嘛 哇塞 太強了 哇 打不到一百塊 太爽了 要不要再試一次 試一次看看好不好 試看看 好玩耶 看是不是每一次都這樣 還是你賽到的 技術節 有沒有看到 這真的是技術節有沒有看到 哦 對 知道怎麼打了吧 要讓你學到一招了 教學啦 卡爪 首先還是要有光彩在前面 首先還是要有槍位對不對 對 哦有了有了 哦有了 來了啊 這一盒來 再轉一次我看看 剛剛有撞到嗎 還是有撞到 撞到 對對對 可是他現在 撞到是因為先讓他晃 讓他晃的話他就有一個 哦 看到沒有 他就在兩支支柱的之間了 哎 是他的那個位置不好嗎 看清楚哦 教學 如何把公仔丟進去 你不小心捏到了啦 剛剛轉了一下 很猛哦 我也覺得很帥 剛剛轉他一下 還可以夾到這個 預判力實在太強了 哎呦 哎呀 哎不過這台好玩 這台好玩的點是他可以捏 對啦 而且他丟進去的話 又可以稍微彈出來一點 他可以捏 他可以捏 所以他這台很好玩 就是你要用捏的方式 然後他旁邊有那個線 又不會卡在邊邊哦 對 來了 出貨哦 再一次 神技巧 撞 旋轉夾 撞牌子 卡在牌子後面 撞牌子 哎呀 撞牌子 這個 他的屁股已經 完全卡在牌子後 沒有沒有撞得夠用力 撞用力一點 然後就掉下來 也不過剛剛真的很好玩耶 有了哦 有了哦 再一次哦 再次啦 這一次不行的話就是代表什麼 賽出來 對 這一次再不行的話 剛剛那個就是賽出來 不是什麼技術語 對對對 我剛剛看 我看看會不會甩打 可以甩打耶 我再試試看 不行 還是不能甩打 還是要一個距離 他沒有 下一點 哇 差一點 彈出來耶 哇這個彈出來就帥了 對不對 沒有我們要繼續解啊 哈哈哈哈 哪有那麼厲害 會啦 會彈的 我剛剛到底怎麼打出來的啊 他就撞到轉圈啊 飛聲旋轉 哇 突然間覺得我剛好帥啊 剛剛那個技巧實在是 剛剛那個技巧 我覺得應該沒幾個人弄得出來 混黏在一起了啦 對啊 這四個20塊我們就放棄了 因為差不多啦 就是我剛講的那一盒的價錢 差不多 補償給胎主 就當作他讓我玩了一台 讓我玩的台子 對 雖然說我們剛差點又給人家出貨 好 OK 那這一台就不怕 夾了一盒 爽 舒服 我跟你講他有運氣彈出來 斜角 然後 這裡也有機會 可是不會彈那麼高啦 技術解可以正門 就像我這樣 撞齒 夾到 撞齒技術解 對 這真的太帥了啦 如果誰誰把他練起來的話 我真的要叫他一聲師父啊 這是 唯一一個靠這個方式夾出來的 太帥了太帥了 太帥了 學起來 好